解讀,解讀了后已经差不多了 没想到在那个地方就已经脱离毒品了 但是离开那个地方出来了后 很近的,只要过去那些朋友 吸毒欢毒的人 如果再来,再跟他说一下 拿东西起来浓浓一下 跟他说,现在这是个新的 你现在过了,又吃下去,是怎样怎样的 就没记得过去,吸毒 没吃的时候,那种的挣扎 那种专心痛苦不主宰 过去的那种痛苦就没记得了 那个时候,下定过心了 乘了拼小命的挣扎 十次过来而已 只要有这种朋友还帮来 三几个月 这样,他呢,就禁制自己买掉 他有时在专业这种的痛 这就是我们反复啊 反复就是这样 反复呢,若没有立志坚定了 哪怕是啊,都开心 下刮心 但是呢,那些刮心 哪没有,真正的坚定了 真正,就有点轮廓 所以,佛道很开担 开担说啊,中生啊,买买买啊 难掉,难买 佛在世的时候 对中生就有一些无奈 好方在现在呢 不过,若能消欲地球啦 不丹不丹啦 那若能够 跟好人家来走道地呢 是,好人家就最后悔死了 难死死 就是行救测度 我们的行为啊 都总是在做救测度啦 对啊,佛道教有 我们的菩萨度的明定啊 我们可以制度中生啊 救测度呢 有才师、法师、无畏师 我们怎样 可以去尽救中生的困难 中生的困难有的是物質 可欠、腰、肝、肝、肝 有的是病痛、病、日、病 我们若能在这个中间 即时付出啊 帮助他 这都是悠行在世 我们若是帮助他了好 我们还要继续呢 让他为了受罚 将他的心灵啊 如何把他尽救出来 这个就是行救测度 当做他了好 心酸呢 连他的这个心灵 要让他一样解脱 当行在这个道 这是我们主者啊 大家人都听着呢 就是有这样在做 大家人看到一段的经文啊 应该也感觉到 真真切感方 所以我们应该呢 要有这种行急测度 测度 测度就是救测度 测度就是在菩萨度的面点灵 哦 而我们要下梦 下梦吹路 道坑 如去帝戸 復养万丈 探保卤了 这种呢 下梦吹路 这是大方士啊 何度的时代 兩千萬年情的,經人的, 對,行菩薩道中, 佛道教友人, 不管是生活財物的佛事, 那就是地匪, 體貸台度了後, 可以帶我去開度人、印度人、向政党, 以外,哪怕是救生所屬的, 條目吹怒, 也要認識世人, 全部可以佛事人, 在那個時候, 條目吹怒,要怎麼去佛事呢? 上生佛道啊, 他的地匪, 在無中台地匪之下, 就是依然在未來, 未來, 現在這個時尺, 你看, 醫療, 科學, 很發達的啊, 人的器官, 無部分已經, 無法度啦, 手救不回來了, 那, 一個人的生活, 只要欠一部分的器官, 就無法度了, 帶主人的發覺啊, 就是光性啦, 一般的人, 如果光性呢, 讓你更在乎啦, 讓你更在乎啦, 讓你更眠大啦, 一樣, 頂多是幾天的時間來呢, 就開始, 一杯頭堆啦, 就是埋葬起來啦, 風糕亞華, 其實呢, 一堆會, 化尾, 骨會, 哪一個人, 可以像過了這個階段呢, 這就是帶主人的發覺, 現在的醫療發達了, 口徑發達了, 我們如果是有部分害怕, 就不過了, 最後的這個關卡, 其實呢, 我們辛苦, 也還可以留到, 很多行, 也還會不會害怕的東西, 現在現在的病, 很多, 在那個醫院, 有人管嗎? 這人很多, 不管是心, 是, 其實是, 關, 心, 當中的原因, 這如果是, 可以發心, 沒有聽到, 一邊的, 可以救出的人, 百人, 協助的超過十的人喔, 有, 一個關可以救兩個人, 好, 那一個心馬可以救兩個人啊, 一邊的, 一邊的眼中馬可以給兩個人, 台風公明啊, 是呢, 現在馬可以救了啦, 越來越來, 康學越進步啦, 我們的器官, 越重複, 隆重可以, 延續人的死命, 這呢, 是在現在做的狗, 當年在佛的時代呢, 就比較困難, 雖然那樣困難的事情, 不過, 佛就是這樣說了, 兩千多年後的現在, 已經可以見證了, 見證, 佛都瘦瘦瘦瘦, 真正, 天目吹瘦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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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 請請說, 大體老師, 在裡面的器官啦, 無法度通過器官給人的事。 他就把整個生活都關出來, 讓我們的學生啊, 其實是我們的醫生啊, 正在他的生活裡面, 去探討呢, 生命的奧瘦瘦啊, 人的器官重複啊, 到底呢?